只要亲吻就能互换身体 这么刺激的动漫你有没有见过 而故事设定最骚的还不只是亲吻互换 而是集体互换 虽为后宫实则存爱 只要亲吻就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 男主山田就读日本私立学院 是一个喜欢打架得欧的不良少年 女主白石是一个品确兼优的美女学霸 两年形成鲜明的反差 于是有一日山田被老师教训完偶遇了白石 心情不爽的他打算系统一下白石 结果却意外从楼梯上摔倒 一阵白光闪过 山田醒来发现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 好像少了什么又好像多了什么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竟然跟白石互换身体 直到山田连忙跑回教室 结果发现顶着他身体的白石 竟落无其事在教室里学习 瞧着紧紧并弄的双腿也太骚了吧 山田恶话不说就将白石拉住教室 想要换回身体 但白石却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学习最重要 所有事情都得等放学后再说 于是白石顶着山田的身体上了一天的课 而山田顶着白石的身体 不过山田也发现 看似优秀的白石 经受到同学之间的霸凌 两人亲密的接触 被霸凌团体的紫毛玲玲发现 误以为白石找到不良少年当靠山的他 对着白石的身体各种 冷嘲乐缝 能无可能山田顶着白石身体 打算教训下玲玲 结果白石竟然出现在玲玲面前 于是我打我自己的名场面就这样发生 虽然没有好好教育玲玲 但他也被山田吓得不轻 连忙逃走 等到放学后两人终于要换回身体 但不管怎么摔都没有恢复 清晰的白石想到当时两人摔到有过亲吻 于是白石控制山田身体 毫不犹豫地不稳了下去 从这之后 新世界的大门就被打开了 白石想要安静环境学习 只要亲亲 山田想要通过补考 只要亲亲 男儿美好的生活才没过多久 学生会的副会长公孙 却发现了恶人的秘密 但他并没有声张 而是带着两人来到超常现象研究社 他就白石山田加入社团 而为了验证这个超能力的范围 公孙成了山田的第二个对象 答案自然是互换成功 本来A这将是三男的小秘密 不了 山田跟白石亲吻的画面 却被红毛伊藤给看到了 一心想要加入超原部的他 在指下了这个能力后 竟然接受了亲吻这个设定 于是超原部的画面变得异常混乱 或是在亲亲就是在亲亲的路上 但是这个部门虽然看似快乐无比 却也需要面临不费不足的尴尬情况 于是山田跟公孙结了 伊藤跟白石的身体 打算去勾引会长 不得会长一眼就采穿他们的身份 并且所谓的似的秘密 会长早就知道了 只要能让白石同意升学 他就同意给超原部经费 结果白石拒绝会长的要求 另外学习靠自己就信 这就是学霸的觉悟 关于白石有多喜欢学习 从他一次主动找到白石护换身体 就能看出白石对知识的渴望 因为身体感冒不舒服 于是便跟山田护换身体 只想有好的状态来学习 可怜的山田只能默默承受 被病魔折磨的痛苦 不过这次互换 也让工程想到 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白石家里 调查拒绝升学的原因 结果三人来到白石家后才发现 这里感受不到一丝温度 他们的行动也被白石发现 他虽然生气 但也没有隐瞒 因为自己从来都是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被霸凌也不愿意说 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学习 虽然山田不是一个亚撒西的男人 但这次他诚心地鼓励了白石 告诉他自己第一眼看到他就沉沦了 他从来不是一个人 在这番进攻之下 白石回想起这些时间的潮延不经历 不禁有所触动 最终也同意了升学的要求 这段成功拿到了经费 那个重来不可能就这样一帆风顺 肯定会有人来搞事情 因为马上一年一度的校外教学就要到了 为了能好好学习 白石主动与山田互换身体 而山田则代替白石和女生聊天打闹 还要一起吃饭沐浴 但万万没想到 品学兼优的女学霸 尽量会对一条胖子感兴趣 还被死对头玲玲给偷拍到了 于是 山田决定强问玲玲给她护换身体 来删掉照片 结果玲玲竟然不躲 反而主动亲吻 亲吻后 山田发现护换身体 竟然没有成功 难不成 玲玲可以免疫这个魔法 于是 她联邦跑回部门 找伙伴亲吻尝试 结果发现 身体竟然都没有护换 甚至恶伦 还都爱上了山田 被女人喜欢试笑 可被男人喜欢 这就有点受不出场了 这个闹剧之中 男主重新亲吻二人后得以解决 于这三年开始仔细分析 这个怪事 是从更宁宁亲吻后发生的 也就是说 山田失去护换身体的能力 反而获得了美惑的新能力 只要亲吻 就能让对方喜欢自己 不管男女老少 这要是山田把全校女生都亲一遍 那这岂不是后攻翻无疑的 可显然山田不会这么做 最终来白石的分析一下 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能力 并不是护换身体 也不是符合人心 而是神奇的复制 护换身体是白石的能力 而美惑则是灵灵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灵灵会主动 吻山田的原因 他往往也没想到 这压得还有富质的能力 现在不仅没有美惑到山田 反而灵灵被山田给美惑了 一想到灵灵总是欺负白石 山田不愿意解开灵灵的美惑 但在白石的教育下 以及灵灵的田狗 也是山田稀里的好友 跪下请求山田 亲吻自己的女神 解除美惑 山田只好无奈答应他们的请求 但谁知 灵灵这边自己却出了问题 因为灵灵竟然拒绝 恢复原状 她很享受当下 现在的她感觉格外的幸福 这是什么操作 我不亲要我亲 我要亲不让我亲 山田本就是一个不良少年 在强硬的态度下 灵灵恢复了原状 而山田也从好友那得到了一本书籍 上面记载了 关于最近出现的超能力信息 这个学校一共有七个魔女 对应七种力量 于是为了寻找魔女的女徒 就此打开了 男主升天之后劫持着 拥有心灵感应的女毛牙字 还有可以预知未来的性感粉毛 玛丽亚 以及可以看到别人过去痛苦的男毛诺亚 拥有同名隐身能力的会长秘书美琴 但那能力被魔女猎人羽目夺走 最后一位魔女则是拥有消除记忆的黄毛李香 一共七人虽然很多 但就冲这七种不同颜色的头发 足以看出编剧担心观众也忙 而愣做得尴尬 虽然魔女拥有特别的能力 但他们的过往或多或少都不幸福 女毛牙字因为不擅长跟人沟通 所以才会拥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而灵灵则是因为渴望被认可 才会拥有魅惑灵性的能力 而从而问第七个魔女的名字 不能被人知道 一旦知道记忆就会被消除 所以在截止李香之前 升天主伏伙伴 哪怕自己失去记忆 也一定要想办法唤醒他 伙伴嘴上说OK 但当他真的见到李香后才发现 好家伙 他的记忆没有被消除 反而是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 被消除了记忆 于是升天从寻找魔女的旅途 变成了唤醒伙伴的记忆 但不管他怎么做 没有人记得住 他是谁 看到白石对自己的态度 升天明白自己对白石的感情 于是顾及永迹告白 却被拒绝 因为白石则有喜欢的人 只让升天踏为吃惊 不过之后白石再见到升天 总会忍不住颤抖 甚至还会控制不住自己流下眼泪 原来记忆可以消除 但体内的感情却无法消除 找到白石 姐姐的雷娜了解到 关于七魔女的命星 只要集合七个魔女进行仪式 就能许愿 就像集龙珠的操作一样 好在升天也是用过 复制超能力的魔法 通过亲吻唤醒了几个魔女 随后集合魔女开始进行仪式 成功找回了所有人的记忆 而且面也说过 魔女们本身的超能力 都是他们自身渴望的事情 而延伸获得 但当真的获得这份力量后 却又感觉到无助和惶恐 他们心中了不安和过往的痛苦 并不会因为这个能力而有所改变 相反 这三年的出现 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这个仪式也消除了魔女们身上的能力 全员变成了普通人 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山田会为七个魔女以身相许时 山田竟然在天台重新向白石告白 找回记忆的她没有再拒绝 两年开始正式交往 完结 撒花 拼命 山田均与七个魔女 这是一部设定很骚 但只要接受设定 就能看得很过瘾的番区 但如果你接受不了亲吻这个设定 那么拦住山田 就会成为你讨厌的对象 因为她亲编了全局的女生 但白石对她的感情真的让人很感动 因为 如果你有去看原片 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 那就是 白石护卫生理后的灵魂 从没有去亲过别人 她的吻 只有跟山田进行 除了设定可能有些争议罢了 其余的无论是剧情也好 还是人设 我真的都超级喜欢 而山田每个一个魔女相识 都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例如我最喜欢的粉猫 玛丽亚 是我认为七魔女颜值中最高的 山田在和她结识后 在一次校园记体验占卜 方宝马三世复制了玛丽亚的 预知未来能力 然后再游山田 去亲吻别人 拍个钟视频 有来有女 就想问 山田的嘴唇 受得了吗